大家好,塔吉克斯坦的司法部网站11月21号发布一份协议 该国承诺每两年与中国军队举行一次联合反恐演练 此前曾在06年、15年、16年、19年举行过双边军事演习 但这份文件将使这一安排更加正式和系统化 塔吉克斯坦公布的协议内容我看了一下 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反恐部队的协调能力 提高两国反恐部队实践和战术技能 演习的东道国必须向军事人员提供武器以及装备 并为军事装备沿着以前核准的路线进入和移动创造条件 两国还试言对演习的时间、地点、规模保密 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关系主要取悦于塔吉克斯坦作为债务国的地位 最新的统计塔吉克斯坦欠债约20亿美元 2016年中国在塔吉克斯坦东部与阿富汗接壤的偏远地区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 也就是瓦汉走廊军事基地 多年来塔吉克斯坦官员对解放军在瓦汉走廊附近的军事基地都予以否认 那位于杜尚别的报纸 原因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的话 该设施为塔吉克斯坦边防部队准备了 但由中国出资 16年10月初 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政府签署了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 修建边境哨所的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 中方拨款并自己开始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境建设三个指挥中心 五个边防哨所 五个边防检查站和一个训练中心 那迹象表明了 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其在瓦汉走廊的安全存在 2020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 美国国防部证实 北京正在寻求建立更加强大的海外后勤和基地基础设施 使人民解放军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投射和维持军事力量 他将塔吉克斯坦列为正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之一 2021年10月 塔吉克斯坦政府也宣布 中国将在戈尔诺巴达上赫自治区的瓦洪村 为一支特别快速反应部队建设驻防部队 据说中国的基地也位于该地区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的深入 中国在中亚地区 包括在南亚巴基斯坦方向 中国也会加大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投送 一部分是中国靠近边境的解放军 边境哨所 另一部分实际上是私人安保公司 华尔街日报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计划面临巨大挑战 这个文章认为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 以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 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贷款国 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合作 随着全球影响力扩大 中国遇到了各种问题 包括腐败 当地人的怨恨 政治不稳定以及暴力 中国一直面临着西方的批评 认为政府在追求片面的贷款发放 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沉重的债务 却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当地经济利益 但中国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遇到了从违约到危机 以及中国资产 借款国工人政治动荡等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投资的几个国家 中国的企业工人已经成为了袭击目标 中国公民被认为比大多数当地人更富有 而且某些情况下 他们被认为从中国的投资 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中 获得了太多的好处 6月尼尔利亚的枪手在该国西北部 一个矿场进行了袭击 绑架了4名中国工人 据中国驻拉克斯领事馆称 10月不明身份的暴徒 袭击了中国在尼尔利亚资助的一家中国企业 并杀害了那里的一名中国雇员 领事馆敦促中国公司雇佣私人保安 并加雇工作区 在中国投资者主导的采矿业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国商业团体和工人对最近几个月的 武装抢劫和绑架事件发出了警报 中国政府以敦促当地政府加强对中国资产 和人员的安保 那根据总部说在北京的中国国际 承包商协会的数据 截止去年年底约有44万中国人在国外 为中国承包商工作 在非洲约有9.35万人 总部说在华盛顿的智库 也统计了2018年至2021年中期中亚地区 也有160起民间动乱事件 其中中国是关键目标 那中国的私人军队一书的作者呢 他表示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人 所面临的威胁正在上升 但不想派遣军队 因为中国宣称不干涉外国的事务 中国正在部署面部识别等特别的技术 同时雇佣更多的中国私人安全承包商 中国选择了巴基散作为其发展国家投资的一个展示窗口 中国已在巴基散投资了约250亿美元修建公路 发电厂港口 本月巴基散总理谢里夫自4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了北京 两位领导人也承诺双边关系 欣平表示中国从战略和长期角度看待与巴基散关系 巴基散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路 习近平对中国国民在巴基散安全表示关切 巴基散的官员说 伊斯兰保告诉北京 巴基散将加强对这些中国项目的安保 4月在卡拉奇大学袭击事件以后 中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的私人保安承包商引入巴基散 据巴基散官员表示 伊斯兰保提供了3万名巴基散士兵来保卫中国人 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请求 自杀式袭击者的目标是一辆午餐后返回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小爸 遇害教师之一 在10年前帮助建立这个项目 一个月前他刚刚回到学校 第二次担任语言学校的院长 一名幸存者受重伤的中国教师被空运返回中国 那么卡拉奇的另外11名教师也返回了中国 他们在巴基散最大城市不同学院任教 没有遇袭的小巴上 一位教师表示 祖国把我们带回来了 5月他带着同事的骨灰飞回了北京 比鲁支解放军是巴基散最西端的比鲁支省的分离主义组织 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 比鲁支解放军是世俗的叛乱分子 他们说该省的自然资源被其他地区开采 经常以巴基散军队为目标 巴基散塔利班的圣战者也曾袭击过中国国民 那么9月份一名枪手袭击了一队在巴基散长大的华裔夫妇 在卡拉奇经营的一家牙科诊所 袭击者开枪打伤了70多岁的牙医和他的妻子 杀死了华裔收银员 一个激进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巴基散面临25%的通货膨胀 再加上毁灭性的洪水 最近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 因为其外汇储备减少到了最危险的水平 两国认为中国在巴基散的投资应该为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巴基散希望吸引中国的私营企业在该国建立工厂 但据悉4月卡拉奇爆炸案发生以后 许多有意将工业引入瓜达尔的中国企业取消了计划 去年巴基散北部武装分子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 撞向一辆载有中国建筑工人的巴士 这些工人被送往他们正在建造的大坝现场 这辆巴士被炸出了山坡 9名中国工人4名巴基散人丧生 巴基散安全官员也表示 巴基散塔利班还在2021年试图暗杀中国大使 当时中国大使的汽车有两分钟抵达一家爆炸的酒店现场 巴基散的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说 中国对我们的系统的信心已经被动摇了 他说巴基散已经部署了足够的安全人员 但需要更好的情报来防止对中国人的袭击 现在中国在中亚地区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不断的深入 项目不断的扩大 那么中国的人员 中国的资金不断的进入中亚 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但是这些工人这些资金的安全谁来保证 当地人来保证很难 当地政府他有心无力 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中国军队如果进入的话 有一些国家可能因为这个主权问题 他是拒绝的 所以现在中国面临这个问题 那么塔吉克散呢 我之前说过 塔吉克散实际上呢 他现在主要是依靠于中国和俄罗斯 而且中国呢 现在跟塔吉克散的关系 非常特殊 塔吉克散有两个军事基地 有两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都靠近阿富汗 所以塔吉克散呢 希望利用中国 利用解放军在边境地区的这个优势 保证自己南部地区特别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这个稳定 利用中国来维护自己的边境的安全 所以解放军可以进入塔吉克散 因为在瓦罕走廊 大家知道瓦罕走廊那个地区都是山区 塔吉克散它自己的国家能力防御 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那么建立两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另外呢 再加上一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能保证塔吉克散自己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的安全 所以塔吉克散它是完全没有能力 它放开了让俄军让解放军进入该国 你们外国在这驻军 然后保证我的边境安全 这是塔吉克散 但是其他国家不一样 像巴基斯坦 那中国和巴基斯坦 刚才讲中国希望引入安保 中国自己的 中国自己的黑水公司吧 就是自己的安保力量 但是呢 巴基斯坦拒绝了 所以未来这也是个问题 就中国怎么保护自己的海外 海外利益 海外公民 安全 你资金 大量资金进去 你保证不了 那对中国 长期一带路相关的投资 是一个巨大的阻碍 美国包括西方 它首先是军事先进去 在地区呢 首先找一个代理人 用代理人保证自己的安全 中国未来 我觉得也会走这一路 实际上中国呢 不同于其他国家 像韩国 像日本呢 它可以借助美军的优势 在全球美军有基地 借助和美国的关系 保护自己的资产 海外资产 中国和韩国和日本 和其他这些国家也不同 美军是不会保证中国的安全的 中国和美国也不是盟友关系 所以这一点呢 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 海外安全保障的体系 这就是未来 中国在一带路国家 未来要做的 就是保证自己的公民 自己的投资 这些资产的安全 实际上你看西方 美国 特别是昂鲁 撒克林集团 英美 在整个海外 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 都是要保证自己的投资安全 所以它才能控制世界 它这个美元 才能向全世界推行 美元才有霸权 有了美元霸权 就有了科技霸权 有了科技霸权 又有了军事霸权 所以中国呢 还要一步一步走 所以中国不同于日本 也不同于韩国 像其他国家 它可以跟美国搞个关系 用美国的海外的军事基地 保护自己 中国现在就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建立自己的海外的安全保障体系 实际上呢 中国现在在中亚地区 特别是在刚才讲的塔尼克斯坦 中国是第一步 实际上塔尼克斯坦现在呢 实际上我前面的节目说过 他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权力移交 他的权力移交呢 实际上也依靠于中国 还有俄罗斯对他的支持 如果光靠他本国的 这些政治势力 他自己想要进行 稳定的权力移交 非常困难 国内的政治斗争 塔尼克斯坦国内政治斗争 其实很复杂 没有大国的支持 现在这个总统 想要把权力正式移交给自己儿子 非常困难 很容易就发生军事政变 塔尼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关系也非常微妙 那么土耳其突厥势力也在进入 所以中国在塔尼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 实际上呢 像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 他之所以能够控制世界 控制世界的资源 主要是他的资本 资本控制的世界 资本背后呢 就是美军 以及安格鲁萨克逊集团 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 保护他这些资产 那么中国未来想崛起 中国必须也有自己的海外军事力量 自己的军事基地 保证自己海外资产的安全 你不然你的资产在海外 你自己都保证不了的安全 那么被人就抢 被人就掠夺 实际上你只能保证 你自己的资产 海外资产的安全 你这个一带路项目才能长期化 那实际上西方呢 他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个世界 控制全世界 甚至呢 美元有霸权 主要还是他的军事势力 全世界的军事基地 那掌控着这些资本 资本的投资 全世界的资产 形成一个正收益 所以你可以看美元背后 经济霸权 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 这才是美元霸权的本质 所以中国未来呢 真的想挑战美国的话 真的想崛起的话 那么中国未来呢 包括一带一路的投资 也需要军事作为支持 背后给中国的一些投资 提供安全保障 这是必须要做的 我以前也说过 中国呢 现在正在打造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呢 也不只是针对台湾问题 实际上主要也是针对中国的海外利益 未来中国呢 在海外如果有这个危机发生 中国的海外资产出现问题 那么中国的航空母舰 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由中国在全世界的 中国的投资 目的地 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做保证 所以你看 中国的航空母舰 未来实际上保护的 中国的海外资产 包括海外华人的离 所以我说过 中国的航空母舰 不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 台湾离中国太近了 主要还要保证 中国的海外离 所以随着时间 中国的逐渐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未来在海外 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 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么中国要和西方 要进行竞争 和美国和昂格鲁撒克逊 进行博弈 一定要资本 资本不是那个钞票 是什么 是资源 要控制更多的资源 所以说从现在来看 实际上未来能够超越美国 跟美国竞争的 也只有中国 所以美国为什么 防止中国的崛起 要围堵中国 中国未来的军事实力 未来的中国的能力 和美国不相上下 所以美国现在最担心 中国的军事崛起 中国的资本 包括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全世界扩张 那美国就被挤压了 昂格鲁撒克逊 它被边缘化了 这是美国 它不能接受的 我以前说过 昂格鲁撒克逊 之所以能够500年时间崛起 就是因为它控制了 海洋贸易 重要的一些通道 海上霸权 海上军事霸权 首先做贸易 然后工业 工业化以后 现在搞资本 实际上它现在玩是金融资本 那么中国现在 如果想取代美国 想超越美国 那么首先要 控制海上的交通要道 特别是南海 所以未来在海上 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 可以和昂格鲁撒克逊 和美国的海军相抗衡 那实际上是保证了 中国的资本出海 中国的资本在全世界投资 投资以后的安全 中国人的安全 那你看整个世界 是不是逐渐的昂格鲁撒克逊 它被边缘化 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未来 中国的航空母舰 中国的海军力量 在全世界投送 保证了中国的资本 向全世界的输出 也保证了中国人 在全世界的安全 那么昂格鲁撒克逊 一定会被边缘化 这就是我说的 欧亚大陆一定会崛起 人类文明中心 还是要回到欧亚大陆 我是坚信这一点 现在美国控制这些 所谓的盟友这些国家 未来都会转向 随着时间推一定会转向 美国会被边缘化 还有我之前的节目 我在马尔代夫 当时给大家讲过 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 习近平为什么搞一带一路 当时TPP 当时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包括环太平洋这些国家 都希望中国加入TPP 因为这些先加入国家 可以提条件 你中国你必须满足条件 你才能进来 那么你要满足条件 我狮子大开口 我要吃你中国 吃定你中国 中国当时选择没有进入环太平洋 反而反向一带路 进入中亚 往欧亚大陆纵身去了 你看这个方向 一个是太平洋 一个是欧亚大陆 中国和哈萨克坦签了一带路协议 反而去了一带路 去了欧亚大陆方向 没有南下太平洋 结果呢 你看特朗普 川普上台以后 第一个退出的就是TPP 因为其他国家发现了 中国进不来 我们吃谁啊 吃你美国 所以美国总统 特朗普上来 第一个就退出的TPP 他发现自己成了冤大头 那么日本现在改良了一下 要搞个CPTPP 中国为什么搞一带路 就是防止中国 这么多年改革开放 积累的一些钱 这些 中国获得这些资本 被美国被西方洗劫 西方的资本很容易洗劫你的 你这些资本 对吧 你挣了的钱 你最后还要投靠的 投到西方 对吧 你还要去西方投资 发达国家呢 可以利用金融市场 洗劫你中国的资本 发达国家的手段很多 你看日本 还有当年东南亚 那么中国的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呢 掉头奔向欧亚大陆纵深 一带路 但是一带路沿线国家呢 都是发展中国家 它有问题 就是技术设施落后 腐败 这些国家政权不稳定 还有恐怖主义活动 但是呢 这些国家 它的投资回报率很高 如果这个地区 不出现大的动荡 欧亚大陆稳定的话 这个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美国也 像中国投资是 欧亚大陆的稳定 这些国家越稳定 经济呢 越发展 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越高 但随着美国的介入呢 美国不断的 在这个地区挑起事端 特别是中亚地区 欧洲地区 大家看俄乌战争 再加上非洲的一些动荡 中东的动荡 东南亚地区 它也要搞你 所以美国不断挑事 造成地区局部的紧张 那么中国的收益率下降 所以中国现在对 一带一路投资也在减少 这大家看懂了吧 所以中国赌的是 欧亚大陆的稳定 欧亚大陆的联合 美国呢 破坏你欧亚大陆稳定 破坏你欧亚大陆联合 逼着你中国把资金投到美国去 投到太平洋 投到美国干嘛 华尔街 那帮雪盆大口等着吃你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吧 中国挣了钱 但中国挣到的这些钱 是美国这些资本家嘴里的肥肉 他想吃 他就想吃你中国的肥肉 那么中国现在一带路 实际上是为了应对 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围堵 特别是中国资本的围堵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讲清楚了 所以一带路 中国呢 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支持欧亚大陆崛起 欧亚大陆稳定 中国的一带路就发展 要看懂这一边的逻辑 那么美国呢 美国昂格鲁撒克逊 他就一定要削弱你欧亚大陆 碎片花你欧亚大陆 把你欧亚大陆资金 把你中国信息库 挣这些资本 到华尔街一投资 最后呢 人家用资本手段洗劫一空 中国早就看懂 今天呢 就讲这些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那么一带路呢 实际上是对欧亚大陆稳定 对欧亚大陆的支持 昂鲁撒克逊 他是一定要碎片花你欧亚大陆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所以支持一带路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反对昂鲁撒克逊 对欧亚大陆的碎片花